魏东廷辞别了慧珍大师 出了五门 在马上猛加一边 骑着马急奔向月旁店 在天安门前等着的明珠 看他快马奔来 就跺着脚埋怨 我以为你去去就来 怎么耽误了这么久 咱们快回去瞧瞧老四吧 嗨 这从哪说起啊 魏东廷并不多说 只说 你怎么还在这快走啊 两个人便放沛并肩及持 月旁店守门的 又加上了刑部的人是戒备森严 这原始料想得到的 可附近的老百姓 不知道这家特出的客栈 出了什么样的事 都探头探脑的向里边张望 因为猜不透来头 也不敢过来围观 魏东廷和明珠来到门前 把马的江绳一勒 滚安下马 守门的人早经狼审吩咐 一个个垂一手而立 何贵柱 正站在廊下张着人布置酒宴 见他们两个回来 忙走上前来 按着下司见唐官的礼节行餐 都在里头等着你们二位呢 你也一通来吧 魏东廷绑着脸说 这燕燕要弄得丰盛一些 说着拉着明珠的手就进了后堂 明珠表面上虽然很沉重 但是魏东廷摸着他的手 却是冰凉年师 净是汗 还是五次友当年高谈阔论的地方 只是主座换了如醉如池的郝老四 两旁边坐的是木子絮和将驴子 全都阴沉的面孔不说话 倒是五次友呢 还洒脱一点 见魏东廷跟明珠进来 起身就嚷 郝老四兄弟 等了你们有一阵子了 咱们坐着谈吧 说着就瞧何跪住进来 指挥着厨子一样一样的上菜 却是一桌水路全席 大盆小碗的摆满了桌子 足有四十多盆冷盘 众人只是呆看着 谁也不愿意动筷子 还是明珠举杯 首先开始说话了 他跟郝老四说 四哥 事情嘛 兄弟们都已然知道了 大丈夫敢做敢当 是生死如儿戏 我看四哥就是一条汉子 来兄弟先敬你一杯 郝老四举起杯 咧咧看了看四周的人忽然间笑着说 哈 还是明珠兄弟痛快 先死者为尊 这杯酒 我叫先见 说着一伸脖子就喝下去了 请 大家一起饮了这杯酒 何归住 却眼镜模糊 滴酒难下呀 他呜呜呜呜的说 好好的 怎么就出了这事 真让人寻思不来 说着泪水是多旷而出 卓尔 魏东廷知道 他这一哭开了 大家都都控制不住了 就扰了这场席了 就忙制止说 今天是老四升天的喜日子 你不能这样 五四友听见这话 暗自伤神 强忍住眼泪说 虎尘帝说的是 好贤弟 今日常别话词 我们尽可打发他一罪 四弟犯了王法 我们救他不出 难道连这个心也尽不到吗 来 兄弟 我也敬你一辈 郝老四哆哆嗦嗦的 接过这杯酒喝了 笑着说 我确实跟班布尔山有事 对不起皇上 我死了也不屈 将死之人不打妄语 我敢对天蒙事 我绝无坑海 诸位兄弟之心 这是一中之事 五四友说 你只是没骨头大行事而已 倒怕 还是替兄弟们 想多批一条路吧 既如此 我们也无需指责 今日一别再无会期 你可多饮几杯 说着又奉上一杯 郝老四毫不推辞的就喝了 这时候 明珠从容的站起来说 我还有半瓶玉湖春 当年跟我先生在此围炉巨坛 我留了一点 原来是想 说到这儿他说不下去了 他原来是想把这半瓶酒 留作自己金榜提名的时候 跟翠姑两个人共饮的 这个时候只好改口了 原想大事过后 我们兄弟分杯共饮 今天只好偏了四哥了 说完便折身到后头去了 郝老四久入闷场 此时已然有了罪意 他转脸就问木子去 二哥 你和三哥怎么没说话 埋怨兄弟吗 木子续此时面白如指 苦笑着说 兄弟 魏大哥是忙 顾不过来 总是我照料不周 叫你落到这个下场 魏东廷听着此处 就觉得一阵阵悬晕 却又无话可说 将驴子已然带了九亿了 砰的一声 将暗一击 他站起来了 四弟有过 他也有功 凭什么就恕不得 难道说四弟 他比敖拜的罪还大吗 我找皇上说去 说着他站起身 扭身就走 魏东廷一把就把他拉住了 外头奸习的军士 天井里边有响动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探进头来 瞧了瞧没事 又都退下去了 五次有一看 就急忙劝他 天心难回 天威难测 自古 他本来想说 半君如半虹 没说 他把话咽回去了 就把这杯酒 盆给了郝老四 兄弟 饮了这杯 兄长为你做晚辞 见郝老四喝了 他便站起来 语音颤抖的引导 古今无完人 堪杯 上世怀行 酒员之下 有私人 慢着 魏东廷此时真是 五内俱焚 昂然说道 吴先生 你先不要阴下连 我们兄弟几人 明日上朝 拼了官不作 换回四弟一条命 或许可以婉转天心 就在这个时候 明珠捧着半瓶脚进来 听魏东廷说出这句话来 不免心中诧异 今天在万岁爷面前 已然将此事说定了 怎么 又要转环呢 他一边针脚 一边寻思 口里却说 对 求皇上恩准 戴随立功 也许能行 郑说到这 就听见门外军士们 一片斥责之声 哎 你是哪来的仇道士 话缘也不看个地方 快去快去 躲开这 魏东廷听见外边喧哗 到外边一看 一眼就瞧见 胡公山来了 只见胡公山穿着道装 砰头过面 疯疯癫癫的说 哼 皇上还有两门穷亲戚呢 这儿的好酒好菜 难道我贫到就不能吃的 不能喝的吗 说着他望里就闯 守门的军士就拦他 哪拦得住啊 屋里吃酒的人全都带了 魏东廷拿眼睛 看了一下守门的军士 施以他们退下 然后当庭棘手问李生 贺家从何处来呀 我是来寻找我徒弟的 胡公山笑着说 什么贺家不贺家 好一桌的韭菜 叫我平刀玉上了 师父 郝老四突然间想起来了 就在白云冠 遇到胡公山的时候 他说要收我为徒 哎呀 想到这儿 郝老四失口大叫 师父来了 哈哈 师父来了 满屋的人都被惊呆了 全愣住了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郝老四这时候 一人扶地跪接胡公山了 胡公山大模大样的进来 只是对何归柱做了一个衣 何施主 贫道今天要饶你了 你可肯吗 何贵主满头是汗 急忙大应 啊 当然当然 魏东廷 灵机一动 嗯 昔日胡共放 今日狗道士 这儿有一条屯肩 还吃得下去吗 胡公山一屁股坐下了 笑着说 嗯 你还算有故人之情 一条手术腿啃起来自然是痛快之极了 何贵主急忙到厨房把一只新闷出来的金花火腿用一个大条盘给端出来了 好 好 胡公山只瞧了一眼贵夫在地上的郝老师 对别的人就跟没看见一样 一把抓起火腿便手撕口咬的大嚼起来 口里还呜呜着问 为师父 这个小丝几时归天呢 胡公山说话的时候 外头狼神已然得报了 案件走了进来 听今问就接口说 皇上命他自尽 就在今夜子时 哼哼 何必等到子时呢 胡公山手里的火腿已然快吃完了 就问徒儿啊 我曾经答应过你 待你了却此事 你可肯吗 郝老四的聪明可不雅于明珠 早就明白了师父胡公山的用意 急忙磕头如捣蒜 徒儿愿意 你起来 吃了这杯酒 师父就送你上路了 胡公山端起这杯酒来 对着众人说 请请啊 你们大家都是我徒弟好春城的朋友 现在给他送行 都不是外人 来来来请 大家也不知道 胡公山变得是什么戏法 迟迟一遗 就看着端起来的酒碗 只有明珠 看着自己到的那碗玉湖春发呆 明珠施主啊 胡公山笑着说 也请隐了吧 像当初汉光武手下大臣宋洪曾经说过 贫贱之教不可忘 糟糠之气不下堂 你总不能一句都兑现不了吧 胡兄 你也太会说笑话了 此时明珠脸上一红一白的 酒还能不喝吗 说着便端起光来 却只是不肯饮 毒酒 将驴子虽然笨 他可有聪明的时候 见明珠如此狼狈 当时他醒不过来 啪的一下 把桌子一拍 一毛腰窜过去 一把捉住明珠的前胸 骂了一声 你这臭伤 他与你何言何仇 你吓死都手 明珠被他拽得 套不过气了 只好苦笑的摇头 断断续续的说 三哥 你错怪了兄弟了 是吗 胡公山把酒接过来 笑着说 方开明老 贫道是方外之人 有慈悲之心 这点毒酒贫道就用了吧 他张开口晃了一晃 这杯酒已然喝得干干净净 然后又把自己这碗酒 推给了明珠 请你饮下这一碗 给你的老四送行吧 见胡公山这样 明珠哪还敢反口 只好端起来喝干净了 好 好 胡公山一边说着笑着 一边朝郝老四背上 轻轻的拍了两下 郝老四 哼也没哼一声 便倒下不省人事了 郎沈当时大吃一惊 马上叫过随带的艳师官来 摸了摸好老四的鼻子 依然没有气息了 扣了扣他的脉 没有脉了 再翻他的眼睛一看 同人都散了 就起身回道 冰大人 这个人已经死了 众人立刻大话 将驴子双眼通红的扑上来 揪住了胡公山 你这个妖人 你使什么方法害死我兄弟 你还说明珠使坏心 我看你就是个王八蛋 这句话 却触疼了明珠 他垂胸顿足的嚎啕大哭 扑在郝老四身上 又抓又挠 四哥呀 你别 你别怨兄弟 你哭 兄弟受不了啊 武次尤本来有些怀疑他 可见明珠这么伤心 刚才又看见胡公山 又喝了明珠的 那个玉壶春酒 当时心里也就明白了 不禁跌坐在椅子上落泪 魏东廷却知道胡公山 有一种了不起的武功 可置人假死啊 此时他只得装糊涂 扯出手绢来擦眼泪 死了吗 郎沈又闻眼时官 回大人话 六脉巨乌气息一绝 我问的是死了没有 是死了 那我可就交纸了 郎沈转脸朝了胡公山 坐了一一 久闻老道武艺高明 就这样无痛无苦的送你徒而归去 也算一大件善事 我们和老四兄弟素日极好 我这里也就谢过了 说完了他就带着刑部的人告辞交纸去了 明大人 胡公山跟明珠说 这个郝老四原来是史龙彪的徒弟 现在是我的徒弟 就请你赏个脸吧 让我带他的尸身回峨眉山 照我们道家的规矩 焚化了吧 这 明珠看了看魏东婷 魏大哥 你看呢 胡公山 此时甩了甩袖子 甩出几滴酒在地上 他瞧着明珠跟明珠说 用不着问行为的 你答应的就行了 别人谁还拦得住我呀 明珠一瞧 依然知道胡公山明白了自己的心思 因为刚才魏东婷说了 我们拼着不做官 也要保住郝老四这条命 别人都可以不做官 但是明珠他一定要做官 所以他灵机一动 到后边去取了这杯毒酒 他想堵死了郝老四 郝老四一死 我明珠就高官可坐了 没想到这件事被胡公山看出来了 现在胡公山已然把这件事点明白了 如果说自己不答应 胡公山要把这件事说出来 明珠就无地容身了 所以他赶紧说 哎呀 那是那是 自然按你们的规矩办 不过 这只是我说 还要看看 诸位兄弟们的意思 明珠的意思 是要挑起来 这几个人的不同看法 因为这几个人有的明白 有的不明白 胡公山已看明珠的用意 马上把两只眼睛瞪圆了 双眉一条 大喝一声 谁敢挡我 我徒儿死在你们手里 难道还不许我收拾吗 说着抱起了郝老四 大踏步的蹬蹬蹬 就走出去了 将驢子还想过去拦阻 魏东廷心里非常清楚 在旁边轻轻的扯了他一把 看了看魏东廷的眼色 将驢子也就不再纠缠了 胡公山走出了堂屋 锁榻的结石 一块一块的都从当中间断开了 看见这个丑陋的道士 有这样的本事 众人无不骇然 咱们不说这几个人自身的命运如何 朝纲却日趋整肃 十三衙门被撤掉了 康熙又下令组建了扇扑营 木子旭和将驴子 全都晋升为三等侍卫 统扇扑营四千人马 专职守护紫禁城 仍有魏东廷统领 厄比龙将为协办大学士 合着索额图雄次旅 在茂琴殿上书房行走 养心殿停止接见外臣 康熙自此改为 每日在前清门停政 上下相通再无置之处 自武约下诏 严禁圈地战房之后 接着又绝勉了直立江南 河南 山西和陕西 湖广等四十五州的灾附 到了八月 康熙忽然下诏 任明珠为左都御使 钦台西安 所拿山西总督没落 和巡抚白青鹅 入京治罪 顺便采访民风 恰好武次友也要回南边去 明珠就约了武次友一块同行 魏东廷约了索额图雄次旅 牧师兄弟两个人挑了九十 为他们两个人践行 这时候正是金秋九月 黄花地碧云天 永定河一弯 锦带缠缠东去 趁着燕山淡染 云波浮动 秋风一过 垂扬柳上的黄叶 翩翩飘落 落在枯黄的摔草上 蜷缩着锁锁发抖 更显得天地肃杀 离情别许悠长 燕饮一时 吴次友起身说 不宁自顺治十七年入京 望求功名 已有八年有余 必不欲至今风流 飙高离俗 但人生起落的旷位 既已常见 又逢圣主遭济跋食 此一生已不为虚度了 我本湖海人 还向湖海去 何汉之友呢 说着他瞧着雄刺礼说 君知道德文章 令人敬讶 必能去虚物时 左圣君治国安民 殿我华下万事之机 此乃我等读书人 息迹于君者 雄刺礼呢 是个理学名家 对五次友这样的杂篮 向来是头疼的 但今天送别 他看见五次友神色 如此庄重 情之一切 虽然是话中有所归界 但也是正论 平时心中所存的不快 也不禁扫除干净了 见五次友从自己说话 急忙躬身回答 五先生雄才大略 深得圣主赞赏 今天环山 正为来日大展宏图 君不必自弃 一路要多加保住 哎 我哪来的宏图 五次友笑着说 他日或与诸位车力相逢 如不见弃 心远足矣 足下或驾临江南 我与你耕卓论道 再做几番 切磋如何呀 这是说 康熙在索府读书的时候 有时候也带了雄次旅 不一相从 见面的时候 常做辩论 他们两个人 当时的辩论 好像还没有结局的意思 所以雄次旅一听这话 不禁微笑着说 好 你我一言为定 我一言为定